你可以把APK打开来 然后再把Assess里面这个TripleW把它搬出来 其实就可以看到原来的一模一样的网站 把它搬出来 那它就被破解了 里面已经都在桌面上 然后你把它打开就是刚刚的东西 所以这里的话基本上也要特别注意 所以用这个技术 它的缺点就是 简单但是没有加密 有没有 你发现都一模一样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说 等一下各位也要特别注意 你们传了一个之后 如果说要传第二个怎么办 我刚刚有做过给大家看 删除了吗 点它一下 对 这边有个Settings 1点这个专案 2点Settings 3下方有个什么呢 Delete this app 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不想 你不想花那个每个月9.9块的话 你可以把它Delete 然后呢 再重传一次 那特别是要Delete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要传 切到这边 刚刚有同学 奇怪一直不能点 对不对 因为你要refresh一下 就可以重传了 就可以再传再测试 不会有问题的 OK 那其他 暂时你如果没有 要publish到那个google play上面 金钥内开 其实暂时可以不用care 好 OK 大概这样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实这个 这个